我們這間新屋仍在裝修 但我們之前在South Bank租的房子 租約就完了 我趁這個機會 短租了一間近新屋的地方 因為這陣子都會勁去新屋看裝修 而且最重要是離開這個全家產 Congestion Charge 要禁止 避免一天 我之前在Live有跟大家說過 倫敦有些很搶手 很特別的地方 叫做Muse House 那他們是什麼呢 他們其實就是妹仔屋的意思 因為工業革命 在十九世紀的時候 大英帝國是全世界第一大的經濟體 在首都倫敦 就造就了很多有錢人 厲害了和得果 倫敦的有錢人會住哪裡 他們很喜歡跟權貴開派對 所以在白金漢宮 或者Kensington Palace附近 就建了很多市中心的大宅 像現在看到這個Eton Square 就是當時興建的 就是讓有錢人住的 而他們的工人和馬車司機住在哪裡 他們就是住在隔離的Muse屋 以前的有錢人就住身後的CMansions 但是鏡頭一攪過去 這裡就是工人住的Muse Muse一定是在有錢人的隔離 通常就是在一些橫街窄巷 或者一些挖頭路 而有很多Muse路都是保留原有的石春路 而一間Muse屋通常就是兩至三層高 兩至四房 你都可能找到五房或以上 不過不多 沒有前後花園 因為這些是賤民屋 不需要太多娛樂 如果你幸運的話 可能會有一個露台仔 Muse屋通常都會包一個馬房 以前就用來養馬 但是今時今日就會把它交換成為一個車房 亦都會有人把這個位置交換成為多一間房 Study room之旅 你現在看到這個就是整個倫敦 石果僅存 仍然是有馬房的一個Muse 這些馬仔就是平時你在 High Park 散步的時候 看到有些人在學騎馬 那些馬仔晚上就是在這裡睡 這個人就叫做 Topper 非常之有趣 那為什麼Muse屋通常這麼搶手呢? 原因就有三個 第一個原因就是他們的位置漂亮 全部都是那些Mayfair Nicebridge Kensington Chelsea Notting Hill 沒有得輸的地方 第二個原因就是他量少 整個Central London只有四百多間 少一間就沒有了 第三個原因就是住Muse屋是很trendy 很潮 差不多一個statement 而在六十年代開始 已經有很多名人會買這些Muse屋來住 或者投資 好像你說Beatles的Paul McCartney 前James Bond Sir Sean Connery Batman的管家Sir Michael Kane 還有前Formula1的世界冠軍 James Hunt 還有麥當娜 都住過這些Muse屋 還有另一個名人 Gelaine Maxwell 這些屋子很魅魅 趁我這間新屋還沒裝修好 就住一下Muse屋幾個月 看看什麼料 未看我們的Muse屋前 就等我多花三分鐘去說 玩夠你而已 我們去看這間屋吧 我們這間屋就是兩房的Muse屋 最小的那些 一進來就是Living Room Kitchen 和Dining Room 一眼看完 這些Muse屋通常有百多二百年歷史 但它在戰後五六十年代都翻新過 還有現在的裝修更加modern 這間屋的東西是業主十年前裝修過的 所以都挺新客 還有一件搞笑的事情 今天有一個人按我門鈴 他說是電影公司人 他說下星期有一天會封街拍戲 我就問他是什麼戲 他說是Netflix的電影系列 叫The Crown 我老婆的眼睛立即增大了 看看可不可以遲些在IG 分享一些故事給大家看 我們繼續看這間屋 廚房的設備都很齊全 因為有很多洗碗碟機、雪櫃、乾衣機等等 但還在用電池爐 還有一年多用電池爐 哈哈哈哈 不過很快 等待吧, 新屋便可以有明火煮食 這個廚房還有微波爐焗爐 還有一個陷入式的咖啡機 這家我現在沒有新屋 我都是用Nespresso 就算是這樣的 這個廳的位置 兩人絕對足夠住了, 而且挺舒服 地下這層就是客房 這也是我的Makeshift Study Room, 是一間剪片房 這間也是一間套房, 有一個廁所 我們上樓上看看, 這是一個Loft 但它們將它變成一個主人房 雖然它是頂層斜角, 但主人房的面積很大 這一張也是一張Super King 這間店很舒服, 有些酒店感覺 但有些不好的東西就是有這些斜窗 下雨的時候就很吵 這些窗口會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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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以前那些有錢人是怎樣 那些傢伙是怎樣居住的 這就是老婆化妝的位置 她的Makeshift化妝位 這個就是, 現在進去吧 我們就是這個EnSuite 這個尺寸都可以的 麻雀雖少, 但都可以塞進一些東西 有棋缸, 浴缸 這間已經是非常平民化的Muse 有一些業主買了Muse回來 是裝修得很豪華 把地爐放在下面放到泳池 很瘋的, 你可以上網找一下 先關掉這東西, 免得被人看見 就是這樣了 這間房子小過South Bank 只有800呎 但住久了就覺得頗舒服 因為South Bank就像服務式住宅 這間就像這間房子 錄音這個時候 就住了兩個星期左右 可以趕快點利幣 我現在住這裏很方便 走三分鐘就到South Bank 如果我不是看房子的話 我是完全不需要開車的 全部都是走路的 還有這個地方有很多很漂亮很舊的泊 讓你慢慢發掘 這間泊是很有趣的 是不可以用光電話的 這間房子有什麼不好呢 如果你想家庭的話 就基本上沒什麼可能 因為這些房子始終都很密集 會吵到人 自律一點好一點 不要做臭香港人 或者Asian 那些人 現在我叫朋友來 都是四個人最大 還有十點、十點半就要完 住這些Mills House 就當是一個漂亮的轉移 因為住這些房子 就跟我將來房子的生活方法 是比較密集的 不過大家要留意 如果香港那些AA 或者哪裡的AA 都好 叫你買一些倫敦以外的Mills House 大家就不要買了 因為那些就沒有了歷史 以及沒有了魔法 在這裡 在倫敦以外都有Mills House嗎 都有的 還有現在有些新建築 會包裝到自己 成為一個叫做Mills Style House 那些極其量 都是一些Glorified Terrace House 就是排屋 那些是曬夠氣的 騙錢的 千萬不要買 好了 多謝大家收看 今集就和大家分享 這些這麼有趣的Mills House 接下來這三個月 我都要專心搞下我家 因為開始入直路 開始裝櫃 入了些東西 所以我經常都要去新屋看 可能未必有這麼多時間 花在拍片、剪片這裏 我都會找些題材拍片 但不會太頻密 所以在這裏跟大家說聲 不好意思 好了,今集就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